早上被公鸡叫吵醒 今天是个大晴天 估计今天可以去户外玩 这边很多超漂亮的自然风光 还有什么瀑布啊 还有什么瀑布啊 什么河流啊 哈喽 哈喽 好舒服呀 感觉 后面 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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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边的女主人说话的是早饭吃早饭 太阳底下其实还是蛮暖和的 正直嘛 这边有这超巨大的 这边 经过这趟羊肠小道 到后面 这边也有一个小椅子 小凳子 这边是太郎的小玩具 这边是菜园 这边是远山 这是吃早饭的地方 哈喽 每天走监狱 早饭 早饭 今天早饭好神奇啊 有一个重视的烧麦 然后这块豆腐呢 有点像麻婆豆腐 pasta pasta and rice 这好辣 这应该是有种咖喱的 嗯 你来了 今天都是要有咖啡 要有橙汁 要有茶 咋了 累了 波光灵灵 这是第二次住这个民宿 上次来的时候是两年前 这家民宿最棒的地方就是有两幢 一幢是现代的小母屋 一幢是日式的民宅 然后还有整一个后院 这边呢会有一个吊床 刚好是大树下的 在这边躺着看树 特别特别舒服 这边是新建的新的厨房之类的 好这边是我们早上吃早饭的地方 女主人是一个超级大厨 她曾经有自己的一个餐厅 然后会有很多坐飞机 亲自飞到高知县来她这边 还有那个晾衣服的地方 然后女主人也提供洗衣机 你可以洗好衣服 然后就在这边晾着 体验深度体验农家 这种乡间的小豆 然后一直往上走 再这样笔直笔牌 有种下木的感觉 上岁了 有种下木的感觉 也不错了 那我们下木的感觉 有种下木的感觉 那我们下木的感觉 我们下木的感觉 还可以洗衣服 我们下木的感觉 我这边就让他们在这边 游得好棒哦 好像这边那个女主人和她的小狗狗 每周都会来这边玩几次 因为狗狗要游泳 所以刚才一路在车上特别的激动 这边有点川流 这边有大石头 行走在大石头之间 要小心 其实穿错球鞋了 这地方还是有点滑的 我这跑步鞋其实还蛮滑的 哇 这边好急的 那边怎么那边有鲤鱼棋 我感觉这块感觉有点废弃了 是他们的公共区域 这边可以休息 这边可以做BBQ 有一个像Caffeine in the Woods的感觉 而且它蛮大的 那边还有一块呢 这个全部都是绿树遮住的楼梯 好有感觉 哇塞好好看啊 哇塞 哇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